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晓峰 东方传影视王玉斌 徐常老师黄欢 乐烈找唱再次送给各位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关来你发现 又到毕业季了 又有一批毕业生在找工作 我就回想当年我找工作的时候 去挤招聘会 那真叫上拥挤不动啊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 其实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面临也是很多的选择 但是我知道 每一个选择背后可能都是一个挑战 所以也着实是费了一番的脑筋 不只是我一个人 全家人都在费脑筋 你说的一个词特别好 选择 其实面临应届毕业生更多的 不是说找不着工作 而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不知道怎么样去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 什么样的未来 今天第一位求职者 他就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他会怎么选择 来 有请第一位 有请 梁振 23岁 来自安徽 毕业于四川示范大学 波音主持专业 大家好 我叫梁振 毕业于四川示范大学 波音主持专业 今天我希望在天生我才的舞台上 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欢迎你梁师弟 哎呀 还有师姐呢 对 哎呀 我们是一个学校是吗 当然不是了 那你 好 但是我们是同一个专业的 同一个专业 刚才他说了 他毕业的时候就很纠结 面临选择 你的同学有没有找个工作 应该说有一半左右的同学 还是在做传媒相关的工作 一半 一半做传媒 对 那另外一半呢 另外一半啊 因为学这个专业的人 尤其是女生 形象都非常好 然后这些同学都去干啥呢 卖车 卖房 哎呀 那业绩干得都相当之好 好吧 不管别人 来 看看你的七万金金是多少 好 关于梁振的基本情况 来看大屏幕 通过一段VCR来了解一下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新闻联播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环复来 过去的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 而现如今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成为了社会热点 同时也给众多毕业生出了道难题 四川师范大学波音主持专业的小梁同学 他便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生活 今年六月份 我正式从大学里毕业了 现在我迈入社会的时候 我反而迷茫了 迷茫了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个适合我的职业 我到底能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呢 任何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 小梁深知积累和积淀的重要 在沸腾的广州媒体的多元化发展 小梁是如何在学习生活当中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呢 其实呢随着社会的发展 现在对于主持人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说实话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做的还不够 但是我认为夜景云晴而光景 在这里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常常会来到一些安静的地方去积累 去积淀 今天小梁也有幸参加了广东卫视天生我才节目 让我们一起连线到节目现场 刘雪有听到吗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小梁 好的我听到了 我现在就在天生我才的晚会现场 天生我才的录制节目呢 在如期进行 小梁呢作为第一个求职者登场 不知道在他身上会体现出压力紧张 还是他的那份自信 他在今天这个舞台上能找到什么工作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别乱拍了 刚才那段话是个出镜记者都会说 关键是他叫你大师兄 对 还好我是头 我觉得你比较像二师兄 我刚才在微价里 过来你注意到没有 有一个场景 那个好像是在一个婚礼现场 是吗 对 那个是我做的一些兼职工作 就是希望说毕竟嘛 大学生你不能光学这个专业 还是应该学以致用 然后用到社会当中去 检验一下自己到底怎么样 当时我是从大一暑假的时候 就有说去敲开呀 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嘛 然后就去 因为我觉得刚刚从大一就出来 那到底这个大学生 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我就想着带自己的一份简历 和自己的一些获奖证书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去敲开了每一家 我所在的城市的婚禁公司的大门 然后我就去进去自我接受 我说您好 我是哪个哪个学校的 我有什么样的证书 有什么样的经历 您愿意让我去尝试做一场婚礼吗 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你的视频 一开始没有 怎么办呢 就从叫做 我记得很清楚 叫做酒店赠送式的主持人开始做起 然后报酬只有一份盒饭 然后我就从那这个期间慢慢做做做做做 就反正一开始没钱 没有报酬 没有 就一个盒饭 没错 永刚什么意见 其实我也是支持 就是在上学期间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力量 那最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在这个历练中有什么样 学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像我现在做过的主持 婚礼主持 上过的场面大大小小的 就应该有一百多场了 那现在呢 包括经过那样的锻炼过以后 我现在可以做到一点是 无论我在任何一个场合 我都可以做到不紧张 是第一点心理素质 就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 对对对 对我自己本身专业有帮助 说了半天业务 那个我们编导呢 给你设了一个小题 就看看你的业务 好吧 有个绕口令 板凳长 板凳宽 三种方式 让你说这个绕口令 新闻播报的 体育解说的 综艺节目的 都是一个绕口令 对 你分别来一个 好 那我先尝试 做一个新闻类的节目吧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梁说事 扁淡香 扁淡村的扁淡同学 爱上了板凳香 板凳村的板凳同学 扁淡同学的体型长 而板凳同学的体型宽 扁淡同学向板凳同学求婚 希望绑在板凳上 而板凳同学不让让扁淡同学绑在板凳上 板凳同学感到悲痛万分 于是乎他希望能够做板凳同学的上门女婿 那么观众朋友 扁淡同学与板凳同学 这扁淡先生与板凳小姐这凄美的爱情故事 能否让您善然泪下呢 好了 今天的小狼说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他这个有点像我之前做那个刷案似的 对 但是他做得比我还自争腔圆 下面一个体育评论式的 体育评论 赛场解说式的 好的 这个现场感才行 我想一下啊 广东电视台 广东电视台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广东卫视 天生我才俱乐部杯 足球联赛的总决赛 您现在正在看到的场上正在对决的是 板凳队与扁淡队 那现在呢 穿红色球衣 从左向右攻的是扁淡队 而穿蓝色球衣 从右向左攻的是板凳队 那现在我们看到啊 看到的现场的情况是 我们的扁淡队的球门很长 而板队队的球门很宽 而现在正在带球的是 扁淡队的前锋 九号刘雪 虽然说啊 他的体型有点胖 但是 但是 他的速度依然惊人 我们看到他现在已经弹球冲入禁区 近前 冲入禁区以后 闪过了一个人 咦 又闪过了一个人 与他正面对决的是 有八爪鱼之称的世界顶级门将 郭雷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 刘雪的表情非常严肃 但是 但是他凌空一射 球 球进了 场上比分 一比零 谢谢 八爪鱼 他这个啊 过来 他这个虽然博得掌声 但是有违规之弦 怎么了 板凳扁在那儿去了 最后就变成刘雪过来了 因为 今天有交代的嘛 你是板凳队吗 我是扁在队吗 这两个对 行算你过了 最后一个 编导说了 让你来个综艺节目的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由全新朗逸冠名播出的 广东卫视大型职场招聘类节目 天生我才 那今天我们第一位 首先要出场的是一位 应届大学生 扁担同学 扁担同学来到我们天生我才的舞台上面 他所希望的就是能够通过12位坐在板凳上的评委的一一点评 他希望通过他们的挑选之后 能够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能够应聘成功 那么他究竟最后能不能成功呢 一起继续收看我们的天生我才 谢谢 你唱了之后 三种状态下的表现 你的评价 都不错了 因为如果从这个现场效果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包括他编导给的这个基本要求达到了 但是真正的再伸一层还是他把扁担跟板凳还是只是借着这两个词 但是没有真正的把它给伸进去 但总体来说这个还是有这个婚礼组织人的风采 好 谢谢 来 教一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第一呢 作为那个播音的基本的素质是有之一 第二呢 我觉得你脑子反应还是挺快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组织这么多的语言 然后而且基本上挺得体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很棒 谢谢张老师 神汤一直默默管他 我作为一名观众啊 我在这里其实感觉到很惊叹 看了那么多期的主持人 你我认为现在表现是最棒的 谢谢陈老师 你等会儿 你是不是要看那么多期的主持人 你才是最棒的 看了那么多的主持人来应聘的应聘人员中 他是最棒的 他怎么可能跟我们过来和刘雪比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很多在高空飘的主持人要跟他学 他用他的表现证明了实践出真知 他最优秀的不是他主持的能力 他最优秀的是沟通的能力 所以其实我老是跟你讲 你未必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主持人 但是我觉得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媒体公关 那个绝对是没有问题 我却觉得他是一个潜力股 不错 谢谢 谢谢黄老师 好 谢谢你 12位看过了他第一轮的表现 用手里的灯告诉我们是去是流 来 选择 请选择 还有西闪灯给你亮着 对 证明有七个机会给你留着 接下来用你其他方面的实力说法 来 直言直语 杨振 再一次强调 你来到天生我才要求的职位是什么 主持人和公关 小梁这样子 就是刚刚你展现更多是在你在前台方面的一些功力 和基本功方面的 那你在这个刚刚文案策划 或者说你的一个团队配合 这方面的这个经验能介绍一下吗 说到这一个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晚会的策划呀 还有一些活动的策划等等 那就让他举个例子 你自己认为策划的最好的一个文案是什么 对 在那个就广州的那个珠江边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是一个新娘来的一个女孩 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特别想让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 然后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然后我就给她设计了一个场景 它是从珠江边 然后呢那个小船上面都是白色的婚纱 然后她就一个人听听玉丽地站在那个小船上面 从远处慢慢地飘向那个船 慢慢地游向那个码头 然后这个时候呢 她给她的老公写了一封情书 我把它命名为浪漫情书 然后我就在旁边以话音的方式 来读出这一封情书 特别地感人 然后她就慢慢地靠近她的新郎 然后这个时候两个人在四目相对 一起迎接走向那个婚礼的殿堂 她等于是从珠江上面挑上来的 对 她的这个策划的方面的一些思路啊 其实更多还是 就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就是 她还是在这个婚礼策划方面的 婚礼的这个组织方面的东西 那可能也是跟她之前的一个经历有关了啊 那这个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小梁的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假设现在在奥运会 那我比如说我旁边这个这个广耀 是吧 他们的最简单王老吉 王老吉现在结合奥运会 要在视频网站上做个整个营销 你简单讲一下你的思路 王老吉他所 现在所拥有的一个底子 就是百年的这样一个 我们的凉茶的这样一个配方 这样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个品牌在这里 那是 现在最需要的是 当现在市场上这个红贯的加多宝 跟王老吉在形成一个PK的时候 如何去打败这个红贯的加多宝呢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形象 再出现在这个萤幕上 那加多宝他推出的是一个红贯的 这样一个形象 好 深入人心 那此时此刻我们王老吉上面 就必须要出现一个青春靓丽型的人 然后一眼就被别人记住 OK 那喝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王老吉的凉茶 然后再加上这个青春靓丽的形象 谁 是啊 我们就 其实我觉得多喝 以波雷你就可以啊 青春靓丽哪个品牌 如果是卖快速消费品 都是这条线 所以你提的这个东西 跟废话是差不多的 它有几个关键词 最近在干嘛 奥运 对不对 奥运在哪里举行 英国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大差别在哪里 时差 而时差熬夜会发生什么事 上火 而上火需要干嘛 喝王老吉 所以其实这种联系你找到了 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 那么就着这个口黄花 说一下梁正子从上场到现在 这两轮的表现 他在职场上你看到了什么 又缺点 你的强项就职场而言 踏实 精准 高情商 他刚用的很多词 是我在场上看了这么多选手 用的最精准的 既没有自夸 没有说 我说第二 别人就不敢说第一 也没有自贬 这很符合中国人的中庸哲学 其实你是比较容易吃得开的 第二个来讲 好学 谦逊和有礼貌 那么这些基本的直数 它是很好的 就不要说表达能力 其他的 我觉得不卑不亢 那些都不说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做一个主持人来讲 特别是男主持人 我觉得在才艺 或者是在知识面方面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来讲 特点不突出 你看你播新闻在那里 自赠腔圆也没什么错 讲笑话也可以 现场啰嗅抓人都行 但是你有什么特点是 我觉得非你不可呢 如果这点没有 你就很难强犯 谢谢郝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郝欢 七位 看了梁振 两轮的表现 手里有没有职位 提供给梁振 来 选择 好 现场有四盏灯 依然被梁振留着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四盏企业给你提供了 四个机会 你会怎么选择 来 全力反转 从宇航开始吧 市场专员 市场专员 媒介专员兼主持人 媒介专员兼主持人 对 市场专员兼主持人 我给你的事 也是媒介公关和这个主持 主持当然是兼职的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两盏灯 讲清楚 好 选择开始 时间开始了 他一点都没有犹豫 有主意了 哎呀 他心里可有数啊 今天特别强 华盛周音音离开 老大哥激烈网络 王雨豪离开 雨豪伤心啊 接下来勇请迅雷 魏永刚和传媒通集团 将军到台前 有请 有请两位 接下来谈钱 是吧 你是先亮出你的理想金金 还是先 还是让老板先亮 先听一下 先听 好 我们请永刚先说 我们这个岗位的话 一般都是4000块钱 进去之后 后面依据你的这个 工作的能力再来定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双坡合作那块 是有提成的 这个可能根据你最后 做的合作的这个业绩 来发提成奖金 4000加提成 我们实用期是3000 实用期后也是4000 实用期两个月 我们是奖金加分成 大概一个月 统计下来会有多少 年轻算的话 一年赚个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三五十万没任何问题 一年几十万 对对对 我眼前出现了一块好大的饼 但是我不知道能吃得着 因为我们媒体销售 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也可以说得很大 因为毕竟这是跟业绩挂钩的 但是我要现实一点 客观一点来讲 你刚进去的话 第一年我估计几十万是没有 这个应该是达不到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大屏幕 看看我们梁震的 希望的心机是多少 五千 照这样来看 两位BOSS他们提供的职位 都能够满足你的心水要求 十秒钟之后告诉我们 选择迅雷还是选择传媒通 或者跟他们二位说谢谢再见 好吧 好 十秒钟 计时开始 时间到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迅雷 感谢将军和魏永刚 恭喜魏永刚 恭喜梁震 恭喜 恭喜 我选择迅雷公司提供的职位呢 一 我是觉得迅雷公司这个平台挺好的 第二个呢我觉得 宣传雷公司提供的职位是适合我的 我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作为他们的一员 去发挥我自己的力量 谢谢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 选择很重要 谁说一毕业就失业 什么叫适合和不适合呢 就是邪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这个合不合适 也只有时间能给你的 接下来到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我相信他们心中都会有 对当初选择工作的独特的感受 我先来问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你好 你好 给我们做个介绍一下 叫什么名字 我叫郑清玉 你好 那现在是离大学毕业多长时间了 有五年了 五年了 对 还记得当时毕业的时候 选择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是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 现在做的是什么 现在做的是化妆老师 这是你的第几份职业了 第五份 你平均一年换一次工作 不是 跳槽跳得挺琴呢 是第一年跳了五次 之后就稳定下来了 那看来你对现在这份工作 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 好的 这边这位呢 你好 你好 叫什么名字介绍一下 我叫孔宁宁 宁宁你好 你好 是第一次来到现场当观众吗 是的 是第一次来 之前是不是也特别关心求职这个话题 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刚刚辞职 所以我也正在找工作 你刚好辞职 之前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之前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 做了行政文员 所以我想转行就辞职了 所以你想转行的话 具体是想要转到哪一行 我想到一家网站做电影编辑 到网站来做电影编辑 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才可以 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这个请求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台上的各位boss 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站在台上当场应聘 那个我不知道老板有什么意见 因为我也是头一次碰上这样的事 让他上来 玉宾 中国古人曾说一句话叫做 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你真的是有真才实学 我觉得你就能够过五关斩六将 因为你这样从观众集团上来 是打破了一切规则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同意 虽然我不能赞同你这样的一个做法 但是今天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敢于打破规则的这种精神 人的一生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机遇 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的机遇 有 而且只可能有这么一次 现在有这么一次 可以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机会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 反正是你们12位招人 你们12位用灯告诉我 让不让他上来 支持他上来的把灯留着 不让他上来的把灯灭了 来 选择开始 有七盏灯还亮着 姑娘 上来 但是我必须说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 我也不希望有人 越过那么多报名者 直接站到舞台上来 既然上来了 自我介绍 我叫孔宁宁 来自山东 我是专科学理 我之前所学的专业是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 因为我对电影比较感兴趣 平时对电影关注得比较多 所以我想将来从事的行业 能够把我之前的经验和 我的兴趣爱好相结合 所以我想应聘网站电影频道的编辑 谢谢 天宁来看看你的期望薪水 你学习的那个专业文物鉴定与修复 我觉得那应该是在国务馆里面工作的 不一定 它可以鉴定这个文物的年代是真是假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跟这个差不多 你知道现在这行有多赚钱吗 大家听起来都会这样觉得 实际上我当初选这个专业是迫不得已 因为我之前的性学爱好是在中文 或者是语言文学方面 但是因为我高考所报的那个大学 它没有录取我 所以我当时就服从了这样的调配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读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 那姑娘我想插一句 你现在学的这一门专业 是非常伟大的一门专业 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可能今后就在你们的手里传承下去 因为在中国对文物的修复和对文物的鉴定 它真的是芳心未来 今后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你到电影里面 你充其量就是大河中的一个小虾 但是在文物鉴定跟考古上面 如果30年之后你还在做 50年之后你还在做 你可能就是中国乃自世界的 最有名的考古大师 所以你现在选的这么一条路 对你今后不一定是康庄大道 但是你所学的 你如果坚持下去 对你来说就一定是阳光大道 听了玉宾的话 你现在有没有改变你的职业方向 还是非电影编辑不做 没有改变 还是这个 好 继续往前走 你刚才说了是想做一家网站的 对 这上面有好多网站 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 比如说《关剧时代》 就有电影编辑这个职位吗 他可能倾向于游戏更多 他这边是游戏的平台 对 比如说极略网络 你没有吗 没有 没有 盛特尔科技不用问 根本没有 可能只有迅雷适合你 对 好了 除了永刚之外 其余六位 麻烦给永刚让路 你为什么能做电影编辑 给他一个理由 明确一点 你的优势在哪 其实我想说 我真的是在电影编辑这个岗位上 没有太多的经验 是因为我之前在一家公司的网站 做过文字和视频编辑 所以我学了 比如说绘生绘影剪辑 就是软件操作我是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我会 就在课别的时间 看一些电影杂志 还有电影网站 还有做一些笔记 因为我知道做电影编辑 有的时候要做一些电影专题的策划 有时候我看 比如说哪个网站 哪个杂志上面 有些比较好的专题策划 我会搜集起来 其次就是 我对这个行业 真的是非常的想进入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但是我现在确实正如你所讲 确实非常为难 为难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目前呢 这个我们的职缺上 招的这个岗位呢 不但是要有兴趣 而且确实要有专长 就你目前的情况 还没办法甚至这个工作 但是我希望啊 你既然喜爱这个 我会把我们的 赠送你一年的VIP卡 让你可以经常先去看 第二个我跟你保持联系 我希望在比如说 一年或者多少长时间里面 等你有合适的这个提升之后 我们再给你机会 你刚才说的那不叫专长 对 那个叫你的经历 姑娘注意 你要告诉她 你有什么专长 姑娘想好 再跟她最后说一遍 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有丰富想象力的人 我比较敢想 敢写 我平时挺喜欢写作 你有没有 比如说你对哪一个影片 你比较书 你大概用这个 比如说100字以内 重点来说明一下 你对这个电影的影片 《雨狼共舞》 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 这部影片是凯文科斯特纳导演 自导自编的一部影片 他这部影片融合了美国西部开拓史 和印第安文化的独特之处 姑娘 这样不勉强你 因为什么呢 你刚才一张嘴 包括你在停顿之前说的 我觉得它更像影片简介 而不是影评 对吧 对 对 就是影评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要能够刺激很多人 看了你在评论之后 对 你能吸引别人看吗 对 增加它的票房 你刚才是给我们介绍 这是一部什么电影 所以永刚已经给你 给了你两次机会 那最后永刚用灯告诉我 给不给他工作 来 请选择 对了 首先要给你去 又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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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永刚 对不起 年轻 要做点什么 我还是谢谢各位老板 对我的建议 我可能在这个岗位上 真的是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等我准备好了 我再来吧 我仍然想坚持在这条路上走 虽然我现在没有影响 但是不代表着我将来 不会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我还是会坚持地走下去 谢谢 好 谢谢您您 慢走 谢谢 谢谢您您 慢走 好的 接下来马上有请下一位选手 有请 罗米欧 33岁 来自意大利米兰 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 两位主持人 12位老板 黄顾问 你们好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 叫罗米欧 今年34岁 78年出生的 出马的 呃 待广州 六年 对 六年的时间吧 差不多这样了 欢迎你 罗米欧 你的朱丽叶呢 我的妈呀 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感兴趣呢 因为罗米欧不是都应该跟朱丽叶在一起吗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相亲节目呢 这个找工作的 你给我心情啊 阿罗我跟你说 他的意思问你这罗米欧是真名还是一名 他现在没有罗米欧 他有 他是问你这个罗米欧是真名还是一名 哦 不是不是 我姓罗米欧 这是我的意大利语姓 我姓罗米欧 来 看看你的期望薪水 你们也有看吗 我们俩有权利看 不能看吗 尊重你我不看 好了吗 确定是 对 我这不还是看着 关于罗米欧的一些情况 来 来看照片 谢谢来看 VCR 我会认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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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上过大学 因为家里的情况 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没有积过的资金 高中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找工作了 然后当时的我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打扫卫生 后来呢 第二份工作 是在工厂做工人 那是比较幸福的一个工作 但是没办法 没有别的选择 在2001年的时候呢 我是开始自己学中文 后来选择来中国工作 来中国生活 但是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做销售 一个一家意大利的公司 而且呢 同时呢 也开始接触到很多的 很媒体有关系的工作 在这里 还是因为 我比较喜欢唱歌 还是音乐 可能我的音乐的细胞 比较多了 然后开始上一些活动 像唱一些红歌啊 还是表演啊 或者开始主持一些商业的 企业的一些活动 工作中呢 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呢 是受到客户的认可 或者公众的肯定 过完的这场经历呢 让我收获的很多很多很多 当然有苦啊 有累啊 但是也有些很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我非常爱上了广州 我不想走 我想留在这里 我想更好地了解这里的生活 肯定不想当一个普通的游客 你竟然自学把中文学得这么好 天生我才呢 我有才了 你真的很有才 当时呢 我是住在唐人街 然后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人都是中国人 我是问中国人 这个字怎么读啊 怎么写啊 后来呢 慢慢慢慢开始学习 然后买了我的第一本词典 带来了 这个是古董呢 要舍心一点 罗美奥我跟你说 封面都没有了 你这个古董应该交给刚才那位选手 帮你修复一下 都快散了 封面都没有了 这是中意意中词典 就跟那个英汉 他英词典是一样的 对对对 聪明 这本词典你用了12年 差不多了 对 但是现在用的少 因为到了中国之后呢 我们用的 我用的 常用的语言就是 中国还是英文 很少讲 意大利文 对对 意大利文 你刚才那个意大利文说的 好好听啊 开头的那个 对 那个发音清凉 吐子败火 哎呀 好听 你现场要不来两句 教 教 对 简单的 就是说天生我才 那有点麻烦 我们用这个 I'm the best 上译成 也可以 OK OK 好 sono migliore 什么 s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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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il miliore miola 不不不不 我们从后面开始 啊好 啊 你这话还能倒是说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那个节 我把学生上那个节打口的说 没有没有 OK 很好 记住啊 很好 语言天赋有没有 对啊 不错 主要的那些是 你从前面开始学 你肯定会记住了前面的 但是忘了那个后面的 从后面开始学 就不用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学好中文 他很会找方法 我想问一下 你既然来找工作 那么你历史的工作过程中 学到了哪些经验在中国 比如说你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位 有什么样的哪些工作经验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呢 在一家意大利公司 他们是做一个 做一些工业 工业场景的 然后是刚刚进入了中国的市场 他们要扩大这个市场 他们找我 帮他们做这个销售的销售经理 六个月之后就失业了 因为这个意大利的公司 和它的中国合作伙伴 另一个中国的企业 然后双方之间发生过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意大利总部 决定把这个中国的方式处和车间关上了关闭了 当时就失业了 失业了之后呢 接触过其他的工作 在一家正宗的意大利餐厅工作 当时做市场中间 就是开了他们的市场部门 当时是没有他们 没有那个市场部门 然后也是当餐厅经理 就是在那个楼面工作的 每天每天跟客户说话的推荐 属于意大利美食最尊重的 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菜 然后同时呢 跟视频说好了 同时呢也是开始接触一些与传媒 媒体有关系的工作 做宣传 对 宣传 推广 广告 市场 活动 就是 对 那你既然来到了中国找工作 那你认为你比我们中国人 更具备的优势在哪里 我还是认为 我最好的 我的最强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说话 那当然了 这里有很多的中国的公司 他们想和一些外国的公司工作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可以讲 桥了 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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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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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沟通的嘛 想说沟通 沟通的一些 对 刚才你的Visa 第一个Visa 有说 说你的未来在广州 然后又说 说我想留在广州不走了 我不知道你对广州 是不是有什么情节 还是说你以后选工作 一定要在广州 所以其实呢 我在想 要么留在这里 帮助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这个城市 不当是一个 能赚钱的城市 不当是一个 一年两次的 广告会的城市 但是有很多的 多元化的一些 需要发现和发挥的地方 意大利 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时尚之都 所以我们现在 有12个boss 你觉得 谁最时尚 这个问题 比较互动性 是有 排第一名 是谁 是女的 不是男的 谁 我比较喜欢 这个12345 第5号这个 华盛连锁 周茵茵 对 那你告诉我 排倒数第一的是谁 我最喜欢是这个 这不是时尚吗 对对对 他穿得很德铁 但是不时尚 谁 西天酒店黄文涛 他 他还是他 他还是他 但是不能说是很时尚 其实你们 你们两个兄弟吗 因为 应恋到数第一 就半七八两了是吧 差不多了 来吧文涛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他当先握个手吧 哈哈 刚才说是 文涛的时候 陈涛铭也就 啊 就信号不是我的 同时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最不时尚奖 我觉得呢 作为一名 意大利人来评价 我不时尚 也值 你为什么呢 你 因为我是 确实很不时尚 哈哈 我认 呃 我觉得我今天 被选中的原因啊 更主要是因为 我穿的跟留学的 有些颜色的相近的 关键问题是 你被选中 是因为你外头 还照了一件 你把外面的一件闪了 没准就选不到你了 哎呀 这终于想明白了 哈哈哈哈 好 最后黄欢 接下来我们请黄欢老师 直到现在 你说表现的是什么呢 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游客 为什么这样表达 你看你风趣 幽默 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俊朗的外表 这些都会让你很受欢迎 但是在你的所有表达中 你其实没有一个定在这里的东西 你身上是集中了很多 差异化别人没有的亮点的 你如何把那个亮点 变成一个职业化的定位 因为这样你才会在这里 安家立业 娶妻生子 完成你真正定在广州的愿望 好 谢谢黄欢 好 来吧 十二位 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持续持留 来 第一轮 请选择 恭喜了 蜜儿 直战灯给你亮着 看你的职业座 有什么优势 来 直言直语 想做什么职位 想找什么职位 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因为是中国给我们外国朋友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很难去找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所以我很想看在这些老板的眼里 我这个人到底能做什么 不是想做什么 是能做什么 哎 你别说哈 她说的这话呀 听着 非常诚恳 我觉得应该给她掌声 十位老板帮她看一看 也帮她想一想 她能给你们帮上什么忙 你刚讲那个例子 是不是你最有成就感的 就是你刚讲意大利餐厅的那个例子 其实呢 我在餐厅工作的时候特别开心 因为我是动手 亲手动手做一些老板没有想到的东西 帮这个老板提高这个餐厅的 知名度 对 所以知名度等于 钱 那既然你做得这么好 也这么开心 这个为什么后来又离开呢 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她不是意大利人 她是外国朋友 但是她不是意大利人 我呢 我是一个意大利人 两年之后呢 我就喷到了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矛盾吧 一些矛盾 有一些摩擦 对 一些矛盾 金银仓金的一些矛盾 对 可以说是观点上的不同 想法上的不同 可以这样说吧 可以这样说吧 你刚讲你的兴趣和你的这个爱 爱好以及你的特长 都在这个方面 所以最佳的这个方式 就是找个投资人 对 你要找个 帮你投资 你直接去单独去管 我刚才很想问她一些问题 就是说她在她的专业知识方面 比如说媒体 你利用了哪些手段 来推广你的意大利面 或者意大利餐厅 我第一个事情呢 是跟客户交还名片 然后把他们所有的资料 输入一个XN表 建立客户档案 对 然后开始慢慢地用 医美的方式 短信的方式 来发给他们一些资料 第二个呢 是办了一个媒体发布会 请了一大部分的广州的媒体 他们来尝试这个菜 然后出一些报道 来推广这个东西 策划一些餐厅的活动 包括一些尊重中国人的 就是中国这些客户 例如中秋节的时候呢 是我自己发明了一个 义式月饼 在意大利没有月饼呢 但是这是中国 我的客户80%是中国人呢 那我要卖给他们 让他们享受 最正宗的意大利菜 但是我要感谢你说 谢谢你 因为这个是意大利餐厅 但是你是中国人 你俩消费 所以我可以 装钱生存 给你菜 但是呢 我给你一个意识月饼 这是我发明的当时 我觉得罗宁尔 他体现他的这种恶忱 非常的难得 好 欢欢 最后 我觉得他最主要的强项是 第一 差异化的表达优势 第二块 阅历丰富 细腻敏锐 那很多我们其他的应聘者来讲 你会什么呀 都是概念理论知识 他没有 他讲的是时钞 他的这些细节的把握能力 和细腻能力注定 他有非常优秀的执行力 若像 没有及时把握职业主动权 主动权就意味着 你找到一个 你不可以被抛弃的位置 那就是主动权 只有你选别人 没有别人选你的份 第二块来讲 就是我觉得你的定位 还是有一点小差异 你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沟通的角色 沟通就是一个桥梁 而中国是流行过河拆桥的 所以说 我讲的是很诚实的话 所以桥过了 就没你什么事了 你可以找一个投资商 写一个风险计划书 你这样一个20%的管理股 你也成了小老板了 那就是你定在中国的一个东西 剩下的十位 听过黄欢的总结 看过罗米欧两轮的表现 考虑一下自己手里 有没有职位提供给罗米欧 想清楚本轮灭灯之后 全力反转到罗米欧手中 来 请选择 有四家企业给你留着灯 说明你有四个工作的机会 来 全力反转 从陈涛开始 什么职位 大客户销售经理 我们连锁酒店的总经理 就是店长的档位 来 音音 好 大客户销售经理 将军 因为我广州也有一个俱乐部 是叫广告人俱乐部 我现在缺乏里面是 就是餐饮这一块 接下来想清楚 上去 灭掉两盏灯 注意 灭掉两盏 好吧 想清楚 选择 开始 想好了 开始 华盛连锁 周音音离开 还有一盏 还要灭一盏 还要灭掉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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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在想呢 好 这盏灭掉一盏灯 好 灭掉一盏灭 好 罗密欧 来 谢谢 来 请陈涛和王文涛到台前 有请 我们两个最没有品位的人上来了 对 起码我可以把你们 打造你们的形象 你是故意的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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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谈钱 先跟他们谈 还是先亮出来 你想进行金给他们看 先亮出来吧 先亮出来 吓他们一跳吧 好 问他们能不能吓住 来 看大屏幕 不会 罗密欧的期望心金是多少 来 有没有打错了吧 一万五 还好啦 吓住了吗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个条件 就是要去北京 所以说呢 你很热爱这个城市 我给你的薪金是 三十六万年薪 一个月三万 对 是两倍 但是你要离开广州 去北京 工作地点在北京 对 在北京工作 好 来 文涛 我这边这个连锁酒店 总经理的岗位的话 它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基本的底薪 我们一般来说 新员工是五千块钱 那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会有经营者的 这个季度的奖金 这个加起来 在第一年的话 应该有十二万 年薪十二万 年薪十二万 对 对 如果说像他这个要求的话 应该在 一个月一万 对 差不多 应该是在第二年或第三年 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工作地点在哪 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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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有两个职位 两个职位的薪金 都告诉你了 工作地点也摆在那了 你接下来就要自己 真的想清楚 十秒钟之后 告诉我们选择 盛土人科技陈涛 还是七天连锁的黄文涛 或者跟他们俩说 谢谢 再见 想清楚 十秒钟 十秒钟 计时 开始 时间到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不选择 谁也不选 谁也不选 选什么 不是 首先呢 谢谢你们两位 一直给我圆 你们的证 有几个原因 这边的话呢 就是那个联系片的话呢 原因是因为 我每个月需要把一批钱 寄到以他利语 给我父母用 所以呢 这个一帮乖起来的这一个 呃 呃 月星呢 就是一帮乖起来的月 不太够 是不太够 这边的话呢 当然这个 我可以去北京工作出差 但是我不想 从里开始 在北京 谢谢 谢谢 谢谢罗牛 谢谢陈涛 谢谢黄文涛 谢谢 谢谢 慢走 罗牛 谢谢 谢谢 慢走 谢谢 四六樵 谢谢 直接走